很多小伙伴们估计和小编一样 长大了才突然发现 原来八六百西游记有三个唐僧 江岳 徐少华 徐仲睿 江岳是第一个进入剧组的唐僧 当年他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 被前来选角的杨洁导演看中 杨洁对他的评价是很帅气 云女气 但是学电影出身的汪岳执着于电影 于是在几集之后便匆匆离开剧组 因为梦想成为电影明星 而放弃电视剧《西游记唐僧》的拍摄 而拍摄的电影至今也未曾上映 对此 江岳表示 遗憾和后悔都没有用 毕竟年轻的时候想多干一些事情 徐少华原本是山东话剧院的演员 现在依然工作在此处 江岳走后 徐少华接替他演了八集的唐僧 而最初徐少华饰演的角色是小白龙 1985年 因为选择了去学院俱修 徐少华也选择了离开剧组 在他看来 上大学圆了自己一个梦 也是一个取经的过程 石仲瑞是第三位唐僧 也是最后取得真经成为神仙的唐僧 他曾经是八一届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 《西游记》播出以后 师徒四人着实火了起来 就在这时 出身京剧世家的石仲瑞 遇到了酷爱京剧艺术的陈丽华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碰出了爱情的火花 1990年 石仲瑞与陈丽华登记结婚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